拼命運輸 是 選擇 哇 不愧是賊克老師剛剛說的 TONG 第一局真的偷跑了這個一拳勝 真的上勝起耶 真的上了 但是 Tiger這邊也沒有按照這個意料之外的事情走 就是正常的走薩滿 那就是被TONG 那表示TONG覺得說這個對局他是可以抓到的 可能是比較好打一點點 應該是要好打的 但是 因為TONG配置只有一張奉獻 反正我們剛剛有講 只要不是打德魯伊 就可以接受 就還可以接受 就可以接受 那就看這邊 起手是有這個一倍的 因為Tiger他剛剛起手選擇把兔子給換掉 其實我蠻意外的 是 因為這是你在這個對戰中 唯一三費是可以做事的牌 沒錯 那或者說他想要全力找邪惡圖屠 其實也沒問題 因為畢竟邪惡圖屠 聖騎在二三回合是五接的 他只能丟進行攻擊 這個一倍 所以難道是要空過嗎 對於快攻這邊 雖然一費什麼都沒做 雖然說他一費很多都是要吃超窄的 他要是閃電劍打頭 我經費 沒錯 打個這裡 一費是能夠水晶抽牌 但是二回沒有進工程師 就看下一張能不能繼續接續他的節奏 圖騰 通常以TokenSAR這種不賞快攻來說 T2和圖騰給的資訊量很大 假如說沒有武器沒有邪惡圖騰 薩哥這邊就可以按照自己的tempo去走 即使這邊對面下了拔的武器也是很虧喔 嗯 那這樣我就想問一下泰勒 為什麼騎手兔子不留 這邊變成又要再按一個鐵人機 再按一個圖騰 好 那再套一句剛剛哲克老師講的話 這邊二回按一個圖騰會給的資訊量很多喔 三回再按一個是不是又給更多了 給更多 非常多 表示手上一定是大於這些費用的牌 是 解掉法傷 適時的甩牌 雖然說這個弓箭手那個一點傷害 其實能夠配的東西還蠻多的 但你要想到你接下來可能會卡費用 所以這個手牌能夠 不算太虧的解就丟出去吧 而且其實你 以一拳聖來說你還是需要甩牌的 加上湯因為他只有帶一張奉獻 那相對來說他解場就要比較神一點 是 是 這邊直接是被壓體質相當好的維斯娜 剛好被憤怒之水給解掉 但是準時又進了一個人踩鏡片 人 人踩鏡片 人踩鏡片 好專業喔 那肯定的 真的被錘子直接解掉了 碰 60229 又中了一張陷阱 又中了一個陷阱 哇這邊還進大地 等一下直接跳一個大地 整個費用很平滑 啊胎頭好像還解不掉耶 這邊要再按一個TNG嗎 所以 這一套是怎樣 按TNG是解任務嗎 好像沒有看到進度條耶 那這邊還不如魚人之魂打了如何 不過其實打了跟沒打也差不多 對 其實魚人之魂帶來的影響 真的還好 但打了可以保證 等一下海軍人應該可以出來 對對對 這是沒辦法的選擇 真的 打了 魚人之魂 哇 又給了燙一點點想法 這樣大地要花 734加閃電劍來撞 喔我沒看過有一全聖打浮場快的攻 可以順成這樣 還可以對面空場下大地 對 正常來講這個大地 你不能期望他能夠做到交換 現在是這大地有可能能活下來 可以解掉這樣解掉 可以電擊加閃電劍 那當然但是非常非常的虧 而且你還要再次超載 這邊就要祈禱他 那734進化他好一點 對 來個11吧 哇是個38 還可以 但以燙的角度來說是比較好的 一句話剛剛講的 你不要太痛就好 不要痛就好 對 這3點傷害 還能接受 守白術目前是9張 我胎子打到現在逼不出燙任何一張掃場 嗯 血量還是滿的 滿奇怪的 跟我想像的這對局發展不太一樣 不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力量 這就是化劣勢為優勢的男人 沒錯 傳說中拼法可以打控制戰的湯6029 只要我想我永遠是五五開的對局 沒錯 這邊又拉到了水晶學 但是手排數非常非常的滿喔 那就看Tom有沒有考慮 乾脆把水晶學打掉可以爆一張 不過這樣好像太虧了 但是打暫停又很虧 喔 選擇賣一個火栽 喔這裡進了一個還算不錯的一個生物 雷雲元素 因為這邊 燙響的事情是 我即使 蓋暫停 那對面也逼不出對面的解牌 那如果我不蓋暫停 逼對面打 他有可能會 因為卡手交一張四血 直接轟打頭 那這時候就中擊了 看一下是否會 K一拳 應該還是乖乖的打穩吧 還是可以選擇海巨人加魚人之魂 這樣可能比較穩一點 就把這個火栽就好好的把它解掉 好繼續翻圖騰 他一的選擇還要扣這個魚人之魂 那這樣其實就給Tom一個很好的解場的空間 因為你不打嘛 其實我不太懂為什麼他不打這個魚人之魂 因為我覺得打的話 等於Tom這個解場還蠻不舒服的 那你再接一波四血 剩棋也不是說那麼好 一回合回到滿 是 而且Tom還可以留住這個火栽在場上 再跟你做一波交換 交出了火栽 一式火栽 水晶學 過牌 解場 你剩兩條魚 奇怪 Tom剩9張了 對 快抽完了 雙水晶學雙晶片 所以現在Tiler這邊已經在倒數了 閃電劍打頭 那這樣還有機會 這樣Tiler還有機會 是 因為已經沒有火栽了 奉獻只有一張 有機會下回收頭嗎 好能走臉的就都走臉 留一個衝刺的解掉 但是只要老虎一衝出來又結束了 而且Tom這邊還有一張暫停可以拖時間 是 這邊選擇鋼鼓提刀 選擇把打點再減少一點 是 盡量讓自己血淨更安全 把費用也打滿了 再補一口 這邊我在想的是這個補 有要這邊補還是這裡可以打工程師 他覺得說要盡早發揮這個法術的效益比較好 實際上是因為要降老虎的費用嗎 對 OK 不然到時候工程師抽了老虎上來 結果打不了很尷尬 是 是 這裡進了一個進化但是相當不好用 是有上回合的超載的 這個崗古必須得解喔 像泰德這裡就蠻難受 因為他知道自己已經快要輸了 他就要考慮說這個嗜血術等一下 可能要直接打不能再扣了 因為再扣你等一下就沒有場面了 是 但隨著燙的這個回合術 越來越接近 抽完完美 而且已經亮起來了 OMG 但大哥還是有暫停這個選項的 他可以選擇 砍那個1然後制服 36 還有 再選擇拿揮擊喔 Let me think 好 冷彩晶片 會是老虎嗎 不是 是賽卡爾 第二張暫停也到位 那有很急著一定要這回合 直接做這波解嗎 也可以選擇打暫停 因為其實 以TokenSAR現在的角度來說 已經防不了任何操場了 是 他就只能讀你沒有而已 因為他不下野書嘛 雖然說排庫剩四張 通常你也很難覺得對方會沒有 通常有時候只能這樣 只能走會贏的那邊 就是偏級的那種路線 只能這樣 我相信你沒有 很多時候只能這樣 是 打個這邊選擇 所以他裡面還有一個老虎一個銀行家 這裡選擇交了一張暫停 然後開始對頭做一點傷害 奉獻也到位了 搞不好等一下有機會直接一拳打下去了 因為如果下一張不是進老虎的話 就贏了 就可以直接兩拳下去 只要下一張不進老虎就贏了 這裡 兔兔來了 可是看清楚對方的名字啊 60229 基本上TOM擺出這個雙手放在頭後面的姿勢 就表示我已經贏了 趕快投 可是他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他這季都在贏 對 戰績非常的好 沒有老虎 那這樣贏 那就是兩發送他手 TOM就直接K你的頭 好穩 直接打掉 沒有任何的壓力拿下了第一場的比賽 TOM 60229 1比0的領先 跑掉了最難跑的 聖騎士 那這樣TYDER得路易就很危險了 他沒有可以跑的對象可以走了 反而是TYDER他這一場比較奇怪的 應該不是比較奇怪 比較需要想的是他視解說是不是 該早點打給壓力 對 就可能在兩回合前 你還有檯面的時候 就可能要逼TOM下回合你只有暫停這個選擇 因為你一定要讓對面血量有壓力 他才會打不是抽牌的選項 比如說直接打暫停 因為他最後可以看到TOM打兩個暫停 你要視解誰 你沒有目標 對 所以其實他感覺越打越輸 一直沒有做壓力的情況下 大哥甚至可以不用先考慮暫停 我冷彩晶片就直接按下去 對 其實應該早點給壓力 反而可能起手留牌 可能直接把兔兔給留下來 在試費的時候直接做加壓 對 一開始的思路選擇的是沒有想要拚那麼激進 結果就變成大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做完自己的SOP 嗯 因為Tiler的角度他可能比較想要換邪惡圖人 跟他只放一張的青蛙之靈 因為其實聖騎是沒辦法解的 是 那這樣子的話第二場 只是在大哥的這個視角 動物園跟薩滿 那這兩個先上誰就沒有差很多了 影響沒有到這麼多 那如果在快攻護咬的情況下 動物園是好咬這個薩滿的嗎 因為薩滿是有海巨人兩隻 又有兩隻這個蘑菇血肉塑行者 所以會不會在打動物園的時候情況下 反而是比較不好跟動物園比較難鋪場 因為薩滿他在打快攻護咬的時候 只能靠一張牌叫雷銀元素 那因為還要有超載法術的關係 等於說你是有條件的那邊 那有條件的那邊就是相對比較劣勢的那邊 但是因為Tom他配置比較奇怪的是 他從第一週代到現在都有帶火焰災禍 不可以說大哥配置比較奇怪 比較奇特 比較出乎意料的地方 應該跟這整個完全不一樣 比較出乎意料他帶了火焰災禍 就是還是有防範牧師這個點 雖然說大家都還是會被牧師 主要是因為現在的動物園 不是很依賴前期的節奏 反而比較依賴中級三加四的combo 所以他選擇如果前期不太順 被對面先戰場的話 他有機會可以打回來 對 騎手是有臭臭魚的 那泰勒這邊有 有我在 那Tom的目標蠻明確的 他知道騎手一定要留這兩個 也看過也到手上了 這邊要選誰 其實三張都有他的理由 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最好的 可能選低費的去 讓對面不好交換會比較好 因為一趟的手牌來說 不需要擔心會被逆轉 不太需要擔心 拿了一個很兇的風怒 這樣有可能 最秀的就是那個 零費的 蘑菇血肉出來 然後直接貼 然後這樣就是兩費 然後有一個充斥風怒 拿這個還蠻秀的 因為我覺得拿這個 其實風險蠻大的 是 翻圖層之後 解掉你的大肚魚 下一回game over 抬了這邊的手牌 要跳嗎 這邊沒有跟上 沒有辦法跟兔兔接 其實這邊如果跟上兔兔的進化 反而對湯還比較好 是 那要先跳那個 雷魚元素嗎 那跳的話又怕 等一下費用會更卡 他怕等一下這個 734可能會出不來 因為如果雷魚元素 被解掉的話 就等於他這場 快走了 是 可是他這邊如果只按一個圖騰 不也是快走了 那下一個人員元素好了 反正都要輸了 對對對 還是打得極端一點 下一個人員元素 然後ZAP掉這個圖騰 站兩個伊伊在旁邊 這樣可能就顯得太激進了 但是他 如果不打的話 又怕 又怕被解掉 沒錯 真的叫了兩個伊伊 那跟我一起念 CSO 兔兔9 兔兔要來了 只是這個兔兔 你有先想好 這你想過了喔 沒有我剛剛才想到 只是這個兔兔 3加1按完 是沒辦法去走 這個 蘑菇血肉的 但還是要做 不管 進化出什麼 Oh my god 很大一隻 So big 有這個烏鴉耶 這樣燙 這個烏鴉就勢必 Tiler一定要解掉 一定要解 這個不解就會舒適了 但是有一個三尺 擋在那邊啊 那叫我閃電劍 應該還是選擇就是 閃電劍完 然後讓這個血肉出去 然後突變這個血肉 對 然後 如果情況不好的話 再按一次進化 是 那兩顆火痘痘要撞嗎 還是兩顆火痘痘要一起被 長大 一起被長大 一起被長大 OK 好 優勢撞一下 其實Tiler不用撞也沒差 欸他難道打算解嗎 你不解的話 這張是會洗回排庫的 其實對你來說是好事 其實根本沒差 因為 以Tiler來說他不想要抽到這張 對 他選擇的是 其實撞不撞都一樣 那這樣撞不撞 情況不好的話再按一下突變 嗯 那這樣算好嗎 看起來不太好 再按一次 欸要把這個二六進化掉嗎 可是他那邊實在是太小了 我說最右邊那一隻 大費用的實在是太小了 因為他是可以只單純突變那一隻的 好叫出了 時光龍 現在輪到大哥這邊 燒線了燙 壓力有點大壓力有點大 直接交世起來做結唱 手術要快 看一下大哥的手術 手術真的快 先把這個解掉讓他有 比較好的時間去做反應 這手術真的快 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 風怒要按嗎 貼了 解兩隻 再換你一個六六 這樣還蠻有機會的 六六太大 解掉 這個風怒拿得真好 剛好對方出了這個重生 那就要堵胎了 哇還真的進了一個門叉的牌 是 這樣好像蠻有機會打回來的欸 因為其實剛剛Town拿法術的時候 我有在想 如果不是拿7的話 其實也不是不行 是 但7的話可能太慢 就是被動 這沒辦法只能過牌 來 這邊換Town Team雷元素了 又進了一張 兩個超仔在手上了 開了其實他就可以考慮 喔他進海巨了 那可以選擇再扣一下嗜血術 是 先把這個檯面給穩住 然後看要不要把這個 把這個3-5-1進化掉 因為其實 以Token砂這種低費牌來說 不太怕對面減移費 那乾脆就不要 我們加壓 把他加在 這個3-1-4上 也可以 就你降費我也不怕你 逆轉 那我把這個壓力給到最大 也許下回 他還要想再扣給 比如說7-3-4-5-2 又進了一個邪惡圖騰 大哥這裡 有點快扛不住了 算一下嗜血的傷害 3-5-15 2-3-2-4-2-5 2-3-2-4-2-5 只能當作對手手上是閃電鍵這種比較卡手的吧 是 這邊 一下11滴 一下8滴 恭喜Tyler 在薩滿內戰裡面是把這個分數給扳平了 差一點其實蠻接近的 兩邊1-1 那這樣看的話還是後手比較優勢 是 畢竟後手他就是主導 他可以先跳3加1吧 對 因為薩滿他1費是沒東西的 是 所以變成說後手的其實比較有優勢一點 如果是動物園這種1費填滿的 那先手的就很有優勢 那肯定的 在薩滿的視角 1費都要吃超載的情況下 他寧可希望自己是2費 對 那現在就變成說Tyler他德魯伊要怎麼跑 是 他德魯伊跟聖騎要怎麼過 只是德魯伊 你說真的打快攻 很劣勢很劣勢嗎 就是關鍵第五回合 任務解完那一回合死了沒 對 沒死就有機會 沒死就 基本上逆轉機率很高 那問題就來了 動物園比較兇還是薩滿比較兇 嗯 我覺得動物園比較兇 我也覺得動物園比較兇 因為薩滿他條件比較多 是 德魯伊比較好扛一點 那同理放在這個聖騎士應該也是沒問題的吧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因為燙士沒有帶炸技用這個 聖騎不需要防爆發 以不需要防爆發來說 聖騎士壓力會小很多 哦 所以聖騎士在打 你的時候 我大概可以算你每回的傷害 可是他如果打的是 這個 Token殺的話 就很難算傷害了 四五回合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按暫停 可能嗜血書15d 加閃電劍18d這種 很難防 但是因為燙他 沒有炸技也沒有帶炎力四關 就比較好防 就爆發力比較低 就沒有爆發嘛 就零爆發 所以 Tiler可能穩一點 上一拳勝 如果用 邏輯來看 對他想穩一點 就先上一拳勝 嗯 那他如果想貪 覺得他會先上薩滿的話 那可以先上德魯伊 那可以先上德魯伊 但依照 波舞的邏輯在這樣 是 先上穩一點的比較好 是 給自己烈士的那個牌 多一點機會上 那就看大哥怎麼去抓 如果大哥也認為 你可能會為了求穩 去上一拳勝 那我就出薩滿再壓一盤 理論上會是這樣 但應該是不管怎麼樣 按照賊克老師跟他的思路來講 大哥應該都是再壓一把薩滿看看 對 因為打德魯伊 是OK的 打升級比較高 理論上是小優 嗯 大哥已經擺出他這個招牌的動作 嗯 升來喔 他現在這個表情跟 這個姿勢就是告訴你 請你趕快按下開始遊戲好嗎 不知道為什麼他蠻喜歡擺這個動作的 好像是在告訴 這就是我不要自信的那個 這就是我最舒服的一個比賽環境 喔對有可能 你看他如果來到 我們上次那個現場賽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辦法一直比這個動作 你說他在BlizzCon的時候就擺出這個動作 這樣好像有點太嘲諷 也沒有太嘲諷 大家應該已經習慣 如果你看了兩季的大師職業賽 你還不知道大哥都是這樣打牌的 那你一定是一日粉絲 那他到BlizzCon搬一個沙發在那邊躺著 那應該沒問題 對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送一張過去 好 這樣也不是不行 大哥果真是壓了這個薩滿 那 Tiler也是為了球穩上了這個聖騎士 後手是在大哥這邊 也就是薩滿這邊已經有好的第一步 而且可以直接跳這個邪惡圖騰 哇 Tiler他這個手牌有點蠻慘的 因為他 零過牌零收牌 是 反而燙的騎手就還蠻好的 兩個邪惡圖騰 兩個邪惡圖騰 聖騎士要等到4費才解決掉 才可以打奉獻 如果是我在打 我就會問泰勒一句 你舒服嗎 兩個邪惡圖騰 你舒不舒服 我看湯準備要再生一次奶藥了 下牌有如神術一般 打爐石誰說不需要手術的 因為你有這張之後就不用怕 有可能拿不到圖片 因為幫重可以拿嘛 可以拿進化可以拿法術 都有機會拿到 這個地方要下弓箭手去解一個圖騰嗎 沒有選擇的是走苦痛 OMG 那不好意思了 這邊直接 想辦法叫出自己的魔骨 但是可以再按一隻 唉唷 湯這個右手有點太強了 嗯 可是這邊變是好的嗎 還是你覺得這邊變一定比留圖騰好 先看這個法術幫中 怎麼樣 因為如果有圖片的話就不用了 但如果這樣的話 要打 一定要打 這樣壓力太大 這樣聖騎壓力太大 OK 那就一邊看一下 到底會變出什麼東西 喔喔喔 送葬者 還有冒險者 然後這個是蝙蝠之靈吧 冒險者 這個冒險者 基本上等於一個五費生物了 是 偏偏這個回合數 因為如果你在下一回合才打的話 聖騎就可以開暫停了 再等五費就可以打缩咬射線 是 那你這回合打的話 聖騎如果開暫停 下一回合也只能聽缩咬射線 但是他就一定要開暫停 是 或者是他這邊打疑似同仁 那一定要吃一輪傷害 怎麼辦 Tyler 手上是有火沾跟水晶血 可以再配這個 弓箭手解這一個冒險者 但是非常的虧 那好像只能夠 賭 要進縮小射線喔 那就壓暫停嗎 對或者是連壓兩個暫停 賭會進一視同仁 一個暫停雙壓 對 對 Skr 喔唷 齁 到第三天我正常播報 我才發現 你好像是個能玩梗的人 你玩這個梗玩大概多久了 比較有研究那個 比較有研究這一部分 那個有嘻哈對不對 一聽就知道有玩一段時間的 這邊選擇孩子解了 Tyler他不想要賭 他不想要限制自己後面的打法 是 兔兔來了 這邊 那就要被魚人之魂吐發 是 火山沒了 這魚人之魂還是找到的 沒錯 讓你知道一下也沒關係 一下 真的打在頭上是8滴 好痛 好痛 而且 Tyler 一定得按暫停了 是 抽一張 這樣魚人之魂的好處 就在於說 Tyler即使 掃場之後 還是會被四解數壓到斬殺線 就等於他一回要打兩套 那一回打兩套就 不可能 不可能 就一定得靠比如說人彩晶片拿 人彩晶片 是 拿到一張很低費的風險 看一張吧 不管怎麼樣都要按暫停 你就先看一張吧 而且這邊還不能夠賽一回 一下打25滴 是 因為老虎已經抽起來了 不知道你這邊打25滴又怎麼樣呢 沒有 因為有機會塞到傷害 比如說等一下把武器再按暫停 哦 你說這邊就是打一個放手一搏的反擊 因為有時候只能賭 還是這邊拚一個 通常這時候選手想 不是這回合我要幹嘛 而是 我等一下抽到什麼 我要怎麼辦 對 如果我下回合有一線升級的話 我這回合怎麼做 對 我要抽什麼才會贏 抽到奉獻了 最後還是只能選擇 那這樣要進第二張火箭才有機會 這樣可以把裡面的token也少掉 這邊看一下以太 會不會再次一個進化 哇 天降殘除 還是選抽牌呢 元素反應 還是選 傷害 圖騰最極 這個就沒啥用 還是他們覺得這兩滴很重要 那也有可能 那也是沒問題的 理論上是沒有差這兩滴的 但是 抽牌的話 也不是說很需要 那9級的話 反而比較希望 再一個鋪場比較好 可是9級會吃超仔 反而 我自己覺得沒有到 他覺得要抽牌 直接過牌 抽抽魚 是回血的嗎 哇 真的是回血的 這樣子 也沒啥用 因為基本上 那個一血的變兩血 還是會直接死 只是多保了一個 蝙蝠之靈 泰勒啊 泰勒搖頭了 暫停雙壓嗎 再壓一個暫停 同樣的動作 基本上看泰勒那個臉 就是在告訴大家 說我什麼辦法 對 你這樣打 基本上沒有辦法跟你做交流 對 很抱歉 這就是優劣對局 真正的詮釋方式 因為翻到這個治療圖的 那泰勒就一定要 這回合開火戰奉獻 這個是龍鷹之靈 感謝我們聊天室 很久沒互動了 謝謝你們 這是法師的嗎 對對對 不是因為他 他是潛行的情況下 兩個都紫色的 長得很像舒適的那個 對對對 根本看不出來 聊天室還是非常非常的 挺我們主播賽評的 對 給我們熱心的這個講解 硬啊 沒錯 自個人 泰勒這邊好像只能夠 祈禱他沒有嗜血術嗎 因為他其實走哪一條路好像都輸了 是 因為他就算按暫停 近縮小射線 視野術也是 對還是死 對下回合還是會倒 但沒辦法 好 敵不動 我不動 他沒有選擇把 把位子空出來 反而還是選擇優勢交換 是 因為他知道對手暫停已經按完了 那這邊如果要把位子空出來 是為了空給誰 維斯娜 就只有這一個點 就是如果我沒有嗜血 我可以走另外一邊 就是怕對手如果打一張制服 然後再把武器的話 好 好 蠻順利的 蠻順利的 欸 還打右手bm 沒有 那是 這個是有一個根據的 請說 因為他用右手操縱滑鼠 所以從右邊滑過來 是剛好拿到右邊那一張 有人體攻學 最省力的一張出牌 我們恭喜TOW60229 薩滿也過了 輕鬆 Easy 2比1已經聽牌了 只要再過掉他 這一季最強的動物園 就是每一周都帶 從來沒有缺席的 第一周帶到最後一周 基督賽還在帶動物園 是 可以稱得上是 亞太區動物園中師 而且 我每周都帶 對手每周都抓不了 對 那表示這套牌跟TOW 無敵 人機一體了 無敵而沒有對手 這個動物園 那 按照剛剛那個情況 聖級再按一把嗎 還是這個聖級氣不太順 我們用德魯伊來試一把 通常這時候 就沒有差了 而且通常這時候 如果被逼到這種賽末點 剛好有兩個都 稍微劣勢的對局 選手就會覺得都沒差 那就走一個 身頭也是一刀 通常會繼續上聖級 收頭也是烏龜 烏龜歸烏龜 通常就會繼續上他剛剛輸的那一套 OK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 我們回到了這個四分一的問題 這就是胎了他 在這種賽制下 帶著德魯伊 反而比較不符合 反而變成他破口 你笑什麼 他們說烏龜跟比賽無關 我覺得很好笑 哪有無關 我們在形容選手啊 對啊 他心態也是 心態也是選手要面對的問題 一個防守型的打法 對嘛 比較鐵龜型的防守 心態也是選手要面對的課題 你不要逼我 我強行讓烏龜跟比賽有關 有關 有關 第三場的比賽 泰勒選手賭一把 來了 身頭也是一刀 德魯伊 但是 燙 三費有痛擊者 二費有蛋蛋 烈焰小鬼 展現他的檔勢 123嗎 燙進了 這個邪惡交易 是 那等一下就可以硬幣345 然後再下一個蛋 然後再按1 5費的時候就可以打幫中家 檯面是最強的 這邊打開來不需止行 三張廢物 沒有一張是 解完任務前可以丟的 對 真的撐得上是好東西的 也太爛了吧 這時候 如果他預設是這三張解任務前 解任務前都不會打的話 那拿一張體質最好的 絕對可以擋住動物園 按照你這樣講就拿一棵大樹是吧 對拿一棵大樹 賭我會活到那個時候 如果我活到七回 這個十十 我就跟你講 因為如果我活到那個時候 通常表示對面的場面 也沒有到很強了 是 那這一次大樹就可以奠定勝局 到那回合我還沒死 不是你 不一定是你沒檯面 有可能是你檯面不強 對 但是他選擇的是 聖靈看守者 聳了這樣聳了 因為你這個聖靈看守者是 就沒用 絕對虧節奏的怕 是 絕對虧節奏 又幫助不了場面的怕 他選擇這回合 直接 留下來 要下回合直接拚了 直接打很像服場 直接完美 這個時候完美 剩下一費會給你什麼呢 0 沒有 道歉沒亮 因為是綠的 是 還以為有一線升級 24張牌的 WOMG 他的名字叫做 史達樂翠斯嗎 看守者 沒錯 13233355 那Tiler這邊就 要衝羅地了 這邊其實衝羅地 結兩隻還算可以接受 是 反而是燙他 如果他 如果不禁一張一費 或是二費 開蛋的話 費用會稍微有點浪費 有點不舒服 但是基本上 看到燙這個手勢 我就知道 他知道 已經穩了嗎 這邊選擇的是 兇猛狂狂 鐵硬甲 Tiler他不想要 這時候 他覺得這回任務 就解完了 不想現在把羅地浪費掉 羅地如果在這邊 只是為了這樣子 解一輪怪 太虧了 這邊有古力 鼓勵來了 還是說這邊 下兩個蛋 下兩個蛋嗎 這樣好像太慢了 但是因為不想要交換這隻三一啊 可是你一蛋一鼓勵又 一蛋一鼓勵很像 廣告你知道嗎 很像什麼口號是不是 對對對 一蛋一鼓勵 醫生遠離我 還是選擇打buff 還是選擇做了 由始交換掉你的 這一個完美 因為你打345的話 這場面上這隻就勢必會來跟你換 這時候星雲樹就很好處理這場面 反而是我覺得剛剛Tiler有點貪這手羅地 害他場面現在有點快hold不住了 你看Tiler這邊留了一個聖靈看守者 我在想有什麼用 如果他拿大樹的話 其實蠻有機會的 你說等一下真的有機會扛一下 對真的有機會扛 他拿這個聖靈看守者完全沒用 因為他不可能這時候 裸下一個給你沉默的目標 他一定會等可以搭配的時候再打 一定要搭配才按 對因為你已經解完任務了 我不可能裸下 那這邊只能選擇羅地了嗎 否則這場攻已經16點了 如果打揮擊的話 場攻是9滴 是 那揮擊好像還行 只是 不問題的根本還沒解決 我們凡事都求一個圓 還是要等 綠洲跟星雲樹 是 因為他選了這個聖靈看守者的話 就變成說他手奧沒有一個保證 可以扛住的 可以扛住的手下 選擇上羅地嗎 他也可以選擇羅地不動 羅地不動 羅地不動 羅地不優勢就要換一個嗎 不動有比較好嗎 可以騙對面更多東西出來 OK 你說蹲著是吧 對假設我進星雲樹的話也比較好 因為他還要考慮進來 因為我覺得你這時候去換一個嗜血的 其實沒有比較專 還不如蹲著看一下 看一下風向 看看情況 假設這邊進星雲怎麼辦 那就打錯 那就有點尷尬了 沒有 找得到嗎 再一個聖靈看守者 很像跟他是同一門的 也沒有 除了平常的話 這個9是很強的 怎麼他看了兩次都是一群廢物 平常打到這時候 其實我快扛不住了 因為這時候應該兩個綠洲下來 星雲已經砸下來了 沒錯 已經在 就是德魯伊已經快要殘血扛住的 就泰勒他的起手其實蠻好 他先手有啟動有 不需死刑嗎 剛好都可以給他度過那些回合 但是後面沒有進到他想要進的牌 什麼憤怒啊 什麼前面也沒有辦法拿出來扛 隨意傷人也沒有 德魯伊一拿出來就被虐 那拿個回血嗎 選了回血 森林看守者要秀給你看了嗎 我選了這張 看看他 怎麼樣 想不到吧 想不到我選這隻吧 可是要丟誰 要丟誰有用 丟誰好像都沒用 選擇灰 灰集再加E可以解掉 再加E 那這樣就要賭下回一定要進 綠洲了 是 這時候你就想他如果手上拿的是戰爭古術 好像很有機會喔 但是 當我沒錯 當我沒錯 都被他已經看到了 假裝他是戰爭古術 然後我們就自己拿給你看 就很有機會 說實在很有機會 對 原想如果湯沒有破法者的話 這邊戰爭古術可以扛三隻喔 是 因為湯是沒有嚴厲的四關 跟你做優勢交換 假一疊 哇差一飛 不是這樣 Tayler 森林看守著下去打 湯的蛋蛋 沒有辦法 強勢晉級冠亞賽 湯60229 在第二賽季 3比1 進到我們的冠亞軍 我只能說那個實力不是同一個檔次 是 你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就湯都看到了 湯已經看到了 同樣作為 你走哪一條路都輸 四強的選手 怎麼可以說實力不是同一個檔次 你只能說 以這個對局來說不是一個檔次 這個line-up上就看得出來有一些差異 就看得出來 因為Tayler他帶的還是純四強牌 是 這種套路通常四強牌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四強牌不是一般人可以帶的 大部分人都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 只有強者 能帶四強牌 對 你是想這樣吹嗎 應該說 四強牌 湯 才可以拿到冠軍 OK 別人帶四強牌可能走不到冠亞軍賽 上一個帶四強牌的SRender 在四強輸給湯 那沒辦法 如果不是遇到湯 那有可能會失決賽 那個基本上堪稱是頂尖對決 是 所以你覺得這一把不是頂尖對決 呃 你剛剛最後那把有點太 有點太 太一面倒了 太一面倒了 太了沒有開出他想要開的上線 因為這個對局本來就是德魯伊要祈禱 蘇斯要卡 沒錯 但 因為我們 昨天也有聊到很多次 就是 慢速對決 就是看快比較差的牌組 在 我們歷史打過來 每一次都扛住快攻 所以我其實是有一點擔心的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我這個擔心是對大哥的一種侮辱 對 所以今天他也證明給我們看 直接進到冠亞軍賽 因為大哥不帶的就不是強牌 沒錯 對 你大哥沒帶的你帶 那你瞎帶 對你瞎帶 稍微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再回來 我們做了 我們做的好事 只有兩個人 我 Johann人 我們做到 你會拍照 你承認 你會 你會 我 你會 你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